大家好 现在是莫兰易入花蕾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养护莫兰一定要掌握一些技巧 让它这个花芽更加健壮 更加饱满 花芽更加多 首先我们第一点一定要给它施足够的肥料 因为莫兰它是生长非常迅速的 而且它的叶片非常大 它需要光合作用而肥料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给它多施一些肥 尤其是一些零甲严肃的肥 如果说我们这个莫兰已经出现了花苞 那么我们就要顶着施肥 把控不好的话很容易引起这个花苞枯萎或者是凋落的一个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的莫兰已经开花的话 我们一定要放到一个散射光充足的地方 但是大家一定要避免中午的太阳 因为中午的太阳太大了 非常容易引起这个莫兰这个花苞干枯出现掉落的现象 那么我们给这个莫兰浇水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 因为这个莫兰它需要的养分较多 所以说我们浇水跟其他兰花也要区别开来 我们一定要看好这个盆土 如果说盆土干了 我们要及时给它浇水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养护莫兰的一些技巧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